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美国的文化有点盲目崇拜 因为美国经济很发达 我们几乎是什么都崇拜它 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看美国的文化 特别是绘画艺术 主要是当代绘画艺术 五花八门的商业性也很强 但是我就不明白 我们的一些旅美的画家 我们也一直在关注 旅美的画家都是画写实的 譬如说我们宁部的陈一飞 还有我们上海的陈丹青 他们是好朋友 好像在我们中国国内是很放光的 这个似乎与当代艺术格格不落 但是这个问题终于在最近给我解开来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发宝老师跟我讲 想不想参加中美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我说可以啊 因为我从1988年开始画画 一直读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 也就剩为之 所以我对油画这个还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我拿了一批画给陈老师 结果呢 我被学上的话 恰恰是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的写意油画 这下让我明白了 原来美国人喜欢的是有民主特色的话 并不是说一定要写实绘画 或者是当代绘画 感谢荣音电视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画者能够大获全胜 也希望我们卸彩绘画能够让美国朋友喜欢 谢谢你们